福奇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向国民节目中说 与一年前相比 美国当前新冠疫情形势有所好转 但状况还没有好转到抗疫完全成功的程度 福奇表示 美国每天仍有300至400人死于新冠 而最新疫苗加强针的接种率不到15% 他认为 造成疫苗低接种率的原因是反科学反疫苗运动 同时福奇对美国政治极化持续影响疫情防控感到担忧 他说 在我54年医学生涯中 我从未见过的怪象是 是否接受拯救生命的干预措施 在很大程度上竟取决于政治意识形态 福奇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观点栏目 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新冠病毒在全球造成的破坏确实是历史性的 凸显出世界公共卫生总体上缺乏应对如此规模疫情的准备 但应对措施的一个成功之处是 新冠疫苗的快速开发测试和分发 福奇今年8月宣布 他计划在年底辞去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以及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的职位 他在22号最后一次出席了新冠疫情简报会 鼓励人们接种疫苗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 截至北京时间11月29号早晨 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98617576例 累计死亡病例1079456例 两项数据与24小时前相比 新增确诊48727例 新增死亡259例